新疆的沙尘暴有多厉害 这里的人居然拿出了一个专门扫沙尘暴的扫把 我一整个人都震惊了 按理说我也是新疆人啊 怎么库尔勒市也经常刮沙尘暴 专门扫土的扫把我还是第一次见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疆自压游 南疆大黄县的系列视频当中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新疆的和田市 和田市最出名的就是和田玉 和田除了玉还有什么呢 这边还有核桃 核桃是这边居民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 这边有一个千年核桃古村 今天这些视频就是我们顶着沙尘暴 广吃和田市 带大家了解真实的和田 现在是9月中旬 又到了我们库尔勒香梨成熟的季节 今年的香梨已经上架了 大家可以下单了 除了香梨之外呢 我的橱窗里还为大家准备了 喀什西美新疆的牛奶冬枣 还有伊犁的虚马肠虚马肉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我的主页 点击商品橱窗去看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早上好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新疆和田市 这是我们住的酒店 还是一样啊 标尖加床 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床 这个酒店非常不错 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酒店的停车场特别大 还带早餐 景观就是和田市的古城景观 我们现在去吃早餐 这种是家庭房 这家庭房多少钱 400块钱 是吧 看一下新疆沙尘宝有多厉害 这个大爷拿了一个专门扫土的扫子 扫土的呢 今天还是沙尘宝 餐厅吃饭 这餐厅不错啊 厂亮 房顶的灯特别多 昨天我们夜市吃的太沉了 今天早晨我们主要是来这个早餐厅 溜一圈 吃点西瓜喝杯牛奶行了 早餐吃了一盘水果 现在我就把这个床给它收起来 收起来就这么大 体积不是很大 但是有点重 所以这东西只适合自驾游的时候带上 看一下 一个晚上落的黑 厉不厉害 你看这车 装车一开后备箱 盖土全都落下来了 哇天哪 小心了吗 土来了 天哪 看看这土 看一下这个 看这街上的车 这街上的车几乎都是土土的 河天这边的果园呢 大部分种的都是核桃树 你看这边都是核桃树 绿色的树变成灰色的树 哦 这在采摘的呢 嗯 我们现在经过了一片核桃树哦 你看这核桃树真大 这个核桃树太大了哎 那你看这个核桃树 这个核桃圆真漂亮 不过这片核桃树已经摘过了 看摘完了 这就是核桃 这是核桃的外皮 这是要干嘛 把核桃晃下来 噢 我的天呐 啊就这样晃下来吗 哦哦哦哦哦哦 哦 这样子的 哈哈哈哈 下足了 啊它这个这个装置 这棵核桃树遭到了蹂躏 这核桃都掉下来了 然后现在开始捡 来对比一下 看看这棵树有多大 这棵核桃树 刘梦站在那儿好小呀 这棵核桃树真的太大了 就是这棵核桃树下的阴凉处 我觉得都有上百个平方 大树底下好乘凉 现在换了一棵树 我觉得这种操作还挺危险的 这绳子要是蹬不住打过来 这个驾驶员也没有一个防护啊 真的有一点点危险我觉得 看这核桃圆 这核桃圆真的太棒了 这一看就是个老核桃圆 在树上结了非常多的核桃 他让我把车挪一下 他砸到我的车啊 我现在在车里给大家拍一个 现在目测应该是砸不到 我就 哇 下雨了 核桃雨 他掉到外面了 掉到路上了 掉下来之后呢 他就摔碎了 然后这核桃就出来了 看着呢 你捡了一个什么核桃 双胞胎 嗯 换到那个小姐姐的桃里面去 这个核桃也是制作切糕的一种原材料 重要的原材料 主人送我们的核桃 新鲜的 新鲜核桃 这个播出来是白色的 嗯 看这核桃呀 我这一棵树上结的太多了 我这棵高产 这个高产 看看 只不过这个树的叶子和这个核桃的果实 全都被土给蒙上了 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这棵树真的结的太多了 呵呵 他们这个果园的小路 都做了这种水泥的硬路面啊 尝尝一个 这个壳现在是软的啊 这皮真薄 嗯 你尝一下 我您尝一下 这棵树上太多了 我感觉那种特别大的核桃树 反而接不了多少 就这种小树接的多 现在在那边 老的是这个 老的不是 要再往一走 哦好 谢谢啊 再往那边走 好 我们老的新的都看一看 呵呵呵 我们找不到路了 这几个小孩给我们 讲了一下 好了 我们找到了约特干古城的遗址 进去溜一圈啊 在这边呢 在这边呢 嗯 看 这是一个水石墨 水冲下来这转 然后把谷物放进去 漏到这洞里 里面是一个院子 然后这后面还住着有人 这里不大 哦 进去 骆驼皮钱包600年了 这里面都是文物 逛完了老古城 我们现在去新古城 这是一个 蛇套林里面的骆驼圈 嗯 这小女孩 和骆驼做朋友 你看 听她的话 你看你看 哎呦 哦 风无光临 向上乘航车 我们现在准备逛一下这个约特干古城 啊不对 应该叫约特干景点 这是一个 仿制的 现代版的新古城 看来这里 之前是非常的火爆呀 之前是不是在这举办过什么活动 这队伍 好在今天不排队 如果今天要排队的话 我们果断就走了 对吧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最讨厌排队的 宁愿不去 这里就是大门了 从这里进去 售票处 白天免费 直接进 晚上的话是138一个人 里面有 大型的演出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是节目收费嘛 这里面这样的挺漂亮的 这里面拍照挺出片的 就是今天这个天气 太不给力了 这里面也有这种商业街啊 卖服装的 爱德莱斯裙子的 奶茶店 咖啡馆 旅拍 都有 但是呢略显 冷清 反正就这里面的商业 跟国内绝大多数 古城的商业都差不多 花季文创商品店 这个里面的背景音乐啊 加上这里面建筑的这个造型 让我想到了 我年轻时候玩了一款游戏 叫做梦幻西游 那里面有一个城 叫做宝像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这款游戏啊 一模一样的场景 跟游戏里一模一样 这是刘萌的最爱 无动力乐园 门票20 你自己玩吧啊 我们去逛去了 我们去逛去了 要叫我啊 一会儿回来叫你 这边有一个节目现场 哎呀 应该是 高空的表演项目 刘萌萌萌在里面全部耍了一遍 哎 我们俩就在这儿 等他耗电 我觉得应该送刘萌萌去体笑 他特别喜欢爬呀 跑鸭 跑鸭这样子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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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还学这个 长臂圆 哦呦 呵呵呵呵 他撒车有这样的能力 我都不知道呀 运动天赋挺强的我觉得 去去发展体育吧 我觉得 去上体笑吧 嗯去上体笑算了 你看你哦开始跑酷了 好了 耗电成功了没有 我鞋子都玩破了 鞋子都玩破了 耗电成功了没有 我就问你 我们现在又回到市里了 到市里来吃个饭 今天我们吃个炒米粉吧 吃个炒米粉 我们吃炒米粉 刘萌萌吃个抓饭吧 嗯 炒米粉太辣了 我要抓饭和炒米粉一起吃 还要一起吃 我的天呐 我辣子 你找你 我的V辣来了 我的V辣来了 刘萌萌就着米粉吃抓饭了 非常的下饭 哎呀吃饱了 准备开始奋斗高速 今天有将近600公里的路 把车冲一下5块钱 就把体冲掉去 这个天气也没必要好好洗一下 咱们的车一洗还是跟新的一样 哎呀舒服了舒服了 这下舒服了 虽然 这个天气 车没啥效果 但是 舒服 是吧 嗯 有点 说现在发洪水了 其实洪水过后 说不定就有从山上冲下来的雨呢 洪水过后 然后赶紧就冲下去捡 像僵尸车啊 马路上的车都是僵尸车 勇敢洗车 到达雨天服务区在这加个油 还是沙尘暴 遮天蔽日 车加油人也加一点能量吧 不过还好 这种天虽然沙尘多 但是凉快是吧 如果是高温的话 走这条路也难受 下午8点来到明分服务区 上个卫生间 继续出发 从这里就是国道216 曾穿枪塘的这个插路口 穿越800公里无人区的一条路 咱们过了尼亚收费站呢 就正式驶出了土河高速 踏上了西河高速 西河高速我们之前经常走啊 就是西宁到河田的一条高速 那土河高速呢 是吐鲁湾到河田的一条高速 这两条高速构成了 环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的部分 安迪尔胡杨林服务区 看看这服务区 没有一辆车 没有工作人员 加油站也是关门的 300公里以后 300公里以后吧 太荒凉了这吧 晚上11点40 我们到达切莫 到达切莫线 下高速现在 晚上12点 到达切莫线的苏巴酒店 刚好这个楼下有一个牛肉面馆 我们吃个面 到达我们的房间 苏巴 苏巴应该 全国统一的装修 连锁嘛 定了个标价 继续加床 在这个位置加床 牛肉面下班了 我们只能过来 整点夜市吃了 吃上两块烤肉吃烤囊喝点茶吧 大晚上实在不想吃肉 但是没办法 只有肉了 想吃点汤饭没有了 再加上一个羊肝 我们的夜宵 烤囊配烤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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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